接著要跟你講的事情是 有一段時間 課本沒有教冷次定律 可是沒有教冷次定律 我一樣 可以考一堆事情 因為我們有做實驗 課本讓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把看減流劑 把N靠進去 看減流劑偏哪一邊 再請你把N拔出來 看它偏哪一邊 再反過來S靠進去 S拔出來 看它偏哪一邊 你就會曉得 靠近跟遠離 N靠近N遠離的方向不一樣 你會發現 N靠近跟S遠離的方向是 一樣的 還有 慢慢放進去跟快快放進去 減流劑偏然的大小如何 你就知道快快放進去的 偏然比較大 這個全部都是做實驗所得到的結論 所以你即使不交冷視定律 我一樣從這邊可以問出一些問題來 好 我們就從偏一種是 我已經告訴你 那個減流劑什麼偏 然後你就有安培右手 你就會知道它會升N級還是會升S級 S級 你就知道質量方向 或者他跟你講的那種 我蓋一張圖 我說現在是這個樣子 我換一張圖問你它應該哪樣子 N靠近跟N遠離要不一樣 N靠近跟S遠離要一樣 快快靠會比 偏可能會比慢慢靠進去的來的大 所以我可以根據這個不同時間進出 知道電流的意圖 我可以知道快跟放快跟慢 所選出來的結果 這些都是不用 不用聚焦冷視定律 就可以得到的結果 好我們做實驗座 這兩個影片 這影片請你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 當它往前進去的時候 當它動作比較快的時候 它的這個減流劑偏轉比較大 第二個注意的是 放進去跟拔出來方向是相反 方向是相反 那你就可以不用交冷視 我就會問這些問題 快快放 比較大 進去跟出來方向不一樣 大小 方向 注意這兩件事情 OK 來 停車站接問 這叫做 我已經知道減流劑的方向 你就會曉得電流方向 那你就會曉得哪一邊會升N 哪一邊會升S 這個不用交冷視就可以知道 這個不用交冷就可以知道 停車站接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3號 你的答案 因為減流劑偏向這一邊 你就曉得電流方向再加上安培右手 你就知道哪一邊會N哪一邊會S 你的答案 可以趕快講嗎 天要黑了 世界要末日了 可以了嗎 大家都說左就左吧 減流劑偏左邊什麼意思啊 電流從左邊流向右邊 電流這樣子流的 就這樣流 然後比一個可愛的安培右手 就是左手邊大拇指 大拇指就是N級 所以左邊是N級 這個 不用學冷視 下一個也不用學冷視 按下去的時候 減流劑會偏左 那突然斷掉了 突然斷掉了 減流劑偏哪一邊 這個棋指就可以不用學冷視也會了 可愛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6 26 小老師大人 什麼叫右邊啊 向右偏 請坐下 答案叫做向右邊偏 為什麼知道向右呢 你要好好比我也沒意見 其實不用 就是 按下去跟拿起來 變化相反嘛 一個是從沒電流變成有電流 一個是從有電流變成沒電流 所以磁場變化也相反 電流方向下 那磁場變化相反 所以趕快電方向下 會怎樣 相反嘛 所以一個向左偏 一個向右邊偏 不用學冷視就知道了 不用學冷視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向右邊偏嘛 所以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 簡單的跟你講一下 我們來判斷的方法 不見得要教冷視定律 根據我們做實驗所得到的結論 那我們就可以回答出很多很多的問題